各位师长各位专家各位线上的听众大家早安 那我现在进行的mini review主题是新冠肺炎是否一定要使用抗生素的治疗 特别是在初诊断的经验性治疗后面也会谈到续发的细菌的处理 那我的演讲主要分两个部分 第一个是初诊断新冠肺炎合并感染针对细菌性的co-infection 第二部分是续发性的感染 super infection或secondary infection 包含细菌性以及霉菌 aspergillosis及mucormycosis 那从过去我们对流感重症的经验知道 在住院的流感病人大概有23%可以产生bacterial co-infection 最常见的是肺炎链球菌以及金黄色葡萄球菌 如果是住到ICU的流感重症病人 更高达55%可以有secondary的co-infection 那常见的是starp aureus strap pneumo以及霉菌 aspergillus 那在covid-19在初诊断的时候 因为它的表现跟atypical pneumonia是非常类似的 有发烧咳嗽双侧肺部的均润 所以在临床上要如何区分 它有没有co-infection是相当的困难 那再加上在疫情期间 为了减少医护人员的曝出的风险 那对于呼吸道的检体 有大幅减少去送检 微生物的检查 导致我们在临床上要确诊一个co-infection 是相当的困难 所以在临床上 不论是在国外或在台湾 都会在empiric给予抗生素 但是在covid-19的病人呢 如果全面都给予empiric的抗生素 那这样的是适当的治疗吗 在国际上也注意到这个问题 因为在疫情期间抗生素的管理呢 也都有减缓也有暂缓 那所以导致在global有发现 有一些antimicrobial resistance的问题 那所以在新冠肺炎初诊断时 合并其他感染的情形到底是怎么样呢 我们可以看到这个是 John Hopkins的医疗系统 在去年的3月到5月疫情的期间 有5家医院1,000多位病人 在住院48小时内看他感染的情形 其中两层来自于长照中心 那这些病人都有一些underline的共病 有6%immuncompromised 12%需要ICU的照抗 可以看到新冠肺炎初诊断时的 合并细菌感染率很低 大概1.2% 有一位proven的CAP 11位是probable的CAP 那他的定义是proven 包括临床诊断影像 很明显的X1CT 看到bacterial infection 包括lobal consolidation 或者是air bronchogram 加上微生物的诊断 培养阳性 或者urine pneumococcal antigen阳性 在probable的CAP 他就免除这个微生物的一个诊断 但是临床上使用抗生素之后 必须48到72小时 有明显改善 那possible CAP 他的临床或影像的诊断 都可以是比较宽松的criteria 也不要求一定要有hypoxia 那在临床的诊断 他主要是发烧 低体温 白血球高 需要氧气 或者是浓痰 就是符合了 那在同一篇paper 我们可以看到 合并病毒感染率也相当的低 0.2% 有一位是influenza 一位是RSV 那合并默菌感染的情形是零 那在新冠肺炎初诊断的时候 倒是有一些病人呢 大概2到3% 他会有其他部位的感染 包括血流感染 泌尿道感染 还有困难缩近的一个肠炎 那这个危险因子 包括年纪比较大 median 70岁 还有来自于长照中心的病人 那新冠肺炎初诊断时 合并细菌感染率 真的就这么低吗 我们来看看 这一个是在去年 2019年到4月份的 去年4月份的涵盖 24篇study的一个meta analysis 有3300多位 COVID-19的病人 那overall的bacterial infection rate 是6.9% 但是如果把它局限于 分在at presentation的 initial的只有3.5% 确实在critical yield 这个co-infection的机会 是比较高到8.1% 那在超过48小时的 续发感染有14.3% 所以这篇作者的结论是 在COVID-19住院的病人呢 他产生bacterial co-infection的机会 其实是相当的低 大部分的病人 可能是不需要 empiric使用抗生素的治疗 那我们再看这迄今 一个最大系列的 meta analysis 有118篇study 从2019年10月到今年的2月份 总共16个月的期间 可以看到新冠肺炎出诊断 合并感染细菌的部分是8% 那在48小时后 后续发的 secondary infection 可以高达20% 但是不论是co-infection 或super infection 一旦发生 他产生死亡的风险 就会上升2.8倍到3.5倍 那这些病人是比较重症的 co-infection有10% 用ventilator 那super infection有45% 是用呼吸器的 那underline都有一些共病 三成到五成都有共病 那我们再来看看 这篇同样的paper 他又把ICU的部分 特别挑出来 可以看到 overall的co-infection 可以16% 这包含各种病原菌 那在super infection可以到41% 所以综合来看这段期间 有四篇meta-analysis 有些paper都是有重复的 那他的bacterial co-infection rate 是3.5到8% 所以实在是不高 不过看看他们用抗生素的比例呢 在这个是John Hopkins的那个series 那使用抗生素有7成 那即便他临床上没有CAP 也有6成有使用抗生素 不过他使用的时间很短 median就一天就停掉了 那我们再看看 在美国Michigan 有32家的hospital 有1700多个病人 他们抗生素使用的情形怎么样 确实都有 大概mean rate是56% 那range很大 从三成到八成不等 那斜线的部分呢 他使用的是抗社区感染的一个抗生素 最常见38%都是用ceftriaxone 那用到后线 anti-MRSA antipsedomonas只有15% 那在同一边study 我们也注意到 他送呼吸道的培养的机会 只有7.7% 但是近一半的病人 会送viral的这些PCR的一些test 那但是同个时期呢 在伦敦也有去看看 他们到底送检 这些卫生物检查的情形是怎么样 那他是取了 在去年2月到4月 COVID-19共836位病人 在同期跟前6个月 influenza共有216位病人 来看看他们检查的情形如何 发现其实呢 并没有比较少 COVID-19的病人13% 比起influenza18% 都有送弹疫的培养 甚至COVID-19还有做爆的培养 那他做其他的微生物科检查 其实也都有 7成有做block culture 有做到三成 那即便呢 我们没有微生物科的去确诊 他这个COVID-19的情形 那就有人有兴趣说 那我如果在这些重症的病人 给予 early的antibiotics 是不是可以有助于他后面的mortality 那这一篇是很小型的一个study 只有48位病人 他是铸造ICU intubator的病人 那在分成说 一来就没有用抗生素 还是已经使用抗生素 发现他们的mortality 24、26是没有差别的 那有用抗生素的呢 到后来candidemia的rate稍微高 不过这是很小型的 一个study的初步结果 那有鉴于以上的evidence呢 目前在COVID-19的treatment guideline 不管是美国 世界卫生组织 英国的NICE 还是欧洲跟台湾 都不建议例行 在COVID-19的病人 就给予常规的一个抗生素治疗 除非你有很明显 认为他有细菌感染 那在WHO跟台湾的 guideline有建议是 如果是有shock 或者sepsis 比较severe的disease 你可以考虑给予抗生素的治疗 但是希望及早呢 去评估他是不是可以停用 那建议的duration是5天 甚至5到7天 是否可以停用 那是否要de-escalation 那如果一旦产生 bacterial co-infection 会是哪些细菌呢 那这是另外一篇 meta-analysis 是去年1月到4月 3800多位病人 30个篇研究 那可以看到 排名1,2,3,4,5 microplasma Pseudomonas H-influenza KB跟Enterobacter 那就像我们第二位个案 就是Enterobacter co-achy 那如果把它分成 co-infection跟 super-infection菌种呢 那是有点不一样的 那在 在co-infection的部分排位是 KP Pneumococcus Stuff aureus H-influenza 跟Microplasma 那如果是在 super-infection 就是院内感染菌种为主了 Acytobacter 占第一位 再来是绿农感菌 E. coli KP跟Enterococcus fecalis 那在刚刚的那个 John Hopkins的系列 我们有注意到 有些病人来 是带其他部位的感染 那其中血流感染的第一位 是Stuff aureus 有Cons 还有这个E. coli 那UTI呢 是我们常见的菌种 E. coli Protes 跟KP 那Viral Co-infection 也是有的 大概占3% 那最常见的是 RSV Influenza 跟Rhyno 那我们知道 在有细菌感染 那如何去辨识 它临床的表现 有办法吗 那在John Hopkins系列 刚刚可以看到 临床上典型的 这些浓潭啊 白雪球高啊 Chester Consolidation 大概在25% 到50%不等 那如果没有CAP的话 大概也会有一些 但是都是小于5% 所以可以稍微 做一个小区别 那其他的临床特征 可以做区别吗 是没有办法的 在不论是年龄性别 它的comorbidity 或它是不是 长照中心 都没有办法 做很好的区别 那这些 有Bacterial Co-infection的病人呢 他常常是比较重症 需要做到ICU 他的CRP 可能是比较高到27 比没有CAP的是10 那Ferritin也比较高 1100到比500多 但是我们知道 这个这些病人 这些Acute Reactive Phase Marker 在Covid-19重症也是会高的 而且他们的Range 都是有Overlapping 所以要用这些指数呢 去看有没有Bacterial Co-infection 是会有困难的 那其他的 在这个Michigan Series 看到Bacterial Co-infection的病人呢 他是什么样 什么样的情况 他的年龄通常比较大70 Body Mass Index 比较低26比30 他比较多Comorbidity 比较重症 我刚刚讲过35% 那有三成是Ventilated Patient 有六成会有Sepsis 有三成有Septic Shock 刚开始一两天 患抗有Leucocytosis 那他注意到 有一半的病人 Pro-Casitonin会大于0.5 那在这个Pro-Casitonin 大于0.5的情形 他们认为有五倍的风险 会是可以Predict 他是Bacterial的Infection 但是可以看到 没有CAP的病人 也有20%会洋性 那我们知道 Pro-Casitonin 该的抗生素 使用在CAP 过去认为是有帮忙的 可以降低Motality 可以减少Antibiotic Exposure 可以减少抗生素的 使用的一些Side Effect 但是呢 在COVID-19 可以这样用吗 那这一篇是在 New York City里面 有个ER 所有COVID-19相关的病人 有2400多位 来看看PC的使用的角色 那不管你的Cut-off Level是定在0.25还是0.5 那对于要诊断 有社区的感染的COVID-19 它的敏感度是非常的低 从40%到60% 但是Negative Predictive Value 可以高达95% 所以这个作者的结论是 在那个 在 这会散 这个作者的结论是 这Pro-Casitonin 可能没有办法很reliable 去Identify Bacterial的COVID-19 但是可以呢 来做排除那细菌的感染 作用 所以我们第一个部分的诊断 是 我们第一个部分的总结 就是抗生素在新冠肺炎初诊断的时候呢 它合并细菌感染的盛行率很低 3到5% 到8% 所以不介意例行常规使用抗生素 那除非临床很明显的有一个细菌的感染 那PCT呢 可能当作排除比较有帮忙 当作诊断可能比较困难 那即便用上抗生素呢 也建议要early review 是不是要继续使用 那最好使用narrow spectrum 尽早考虑是不是可以de-escalation 可以减少我们未来产生抗药性的问题 那接下来谈到secondary infection 那刚刚的四篇的meta-analysis 有三篇提到这个部分 大概它的发生率是8.1到20% 可以看到在细菌的部分 super infection是20% 那在fungus的部分可以高达8% 那我们来借近意大利的经验 在意大利米兰在早期2月到4月的时候 有700多位病人在产生的观察 有9.3%产生secondary infection 其中7.9%是bloodstream 3%是lower respiratory tract 那哪些病人比较容易产生secondary infection呢 包括他是比较严重的 他临附Penia小于700 他的O2比较低 PF ratio每降低100 可以增加50%的风险 那ICU admission within 48小时 就是比较重症的意思 那这个group的patient overall 是26%的mortality 那如果没有产生感染是24% 如果一旦产生secondary infection 他的mortality rate 就跳升到44% 那我们再看看 另外也是意大利PISA 315位病人 那他super infection的rate 比较高到21% 那第一位是bloodstream 4成 UTI是第二位是28% VAP也有23.8% 就像我们第二个个案 那他们发现在临床上 会容易产生 a risk factor for secondary infection 包括重症 mechanical ventilation 有5倍的风险 那一来的CRP大于7 有3.5倍的风险 那如果说用一些药物 像IL6或JAC inhibitor 有5倍的风险 用一些抗生素 Blow spectrum 有2.8倍的风险 另外他发现 要是病人一来 他的肠道就有CIE colonization 有16倍的风险 这代表这些病人 可能是之前已经 有曝出过抗生素 有住过院等状况 比较不好的病人 那发生的时间点在哪里呢 blaststream infection 是在median time to infection 是13天从住院 那下呼吸道是median time 是16天 所以大概在两个礼拜左右 就要开始注意 这些感染的发生了 那发生的时间点 也会跟你的菌种不一样 可以看到在Gram positive的 大概是12到15天就会发生 那fungus是13到15 那GMB的话 最快是8天 大部分是2到4周的期间 会产生感染 那这个是美国 1500多个病人的一个研究 那在意大利也有观察到 他们这个地区 他的MDRO是比较多的 那他在如果这个 Secondry infection发生 是在第一周 在他们这个医院呢 他的MDRO 竟然有占到50% 到前一个月就升到66% 那到大于一个月才发生 Super infection 就有77% 都是有这样的一个MDRO的情形 那所以在续发性的感染呢 我们可以看到 rate of secondary infection 大概是8到20% 那median time to infection 从住院算起来是12天起 就开始有一些风险 那risk factor是严重度 有没有用ventilator 租到ICU 然后临佛Penia O2很低 有没有用immunomodulating 的agent 那有没有用抗生素 那死亡率会3.5倍 更高 那最后我们留点时间 来讲讲 Fungal infection 那其中包括 COVID-19 associated pulmonary aspergillosis kappa 以及COVID-19 associated mucle mycosis kamm 今天不谈 candidiasis 那我们刚刚则 这个meta analysis 有看到 Fungus在co-infection 的时候是4% 在48小时后 super infection 有8%的机会 那我们看看 是哪些菌种 在co-infection的菌种 initial是 aspergillus 第一位6.7% candida是1% mucle是0.3 在super infection的话 第一位18% 是candida 再来是aspergillus 13.5% 跟mucle0.2 就像我们第二个个案 那为什么 COVID-19会比较容易 产生 pulmonary aspergillosis呢 主要是因为 virus它会直接去 damage我们 Aware的上皮细胞 然后又会影响到 我们的 铅毛的一个运动 所以造成这个 aspergillus 它可以容易 invasion到Tissue里面 加上ARDS 那又COVID-19的 Lymphopenia 它的T细胞 整个下降 包括Cytokine的 Storm Sepsis等等 这些都会影响到 我们对aspergillus的 一个immune的response 那这些病人 大多有用上steroid 又有用上ventilator 这些都是 pulmonary aspergillus的 risk factor 那我们再看看 意大利 在去年2到4月份 有822个个案 他们观察到 这些有20%的人 是有重症的情况 有ICU 或者有intubation 其中有108位 有进行aspergillus的screening 那这些病人 severe case都有接收到 IL6的inhibitor tocilizumab 以及steroid的使用 那产生 probable aspergillus 大概有27% 那发生的时间 就在插管后 中位数4天 在COVID-19症状开始 中位数14天 就会产生 这样的一个卡庞 那它的发生率 每1万 ICU的住院人日 是38 死亡率可以高达4成 那这是另外一篇 在UK 他们在看 这个在住院的病人 比较重症的 一共135位 它的overall mortality 是38% 如果它没有产生 any invasive fungal infection mortality rate 是31 一旦产生 invasive fungal infection 这就是包括所有的fungus 可以高达53% 那如果局部 局限在看 KAPA的病人 pulmonary aspergillus 的病人 它overall的mortality rate 就更高了到57.9% 如果你即时用上 antifungal 它的mortality rate 46% 如果你没有用上 antifungal 死亡率是100% 所以在这样的一个 aspergillus的病人 能够即时的诊断 跟治疗 可能对它的mortality 是相当有影响的 那但是在过去呢 对于在重症 ICU还有influenza 这些aspergillus的诊断 一直都是有相当的困难 因为传统的EORTC的 这个pulmonary aspergillus 的诊断 都是在HEMA 这一些的病人 比较不适用于 在ICU这些重症的病人 于是对于KAPA 这样的一个诊断呢 就会有 非常的challenging 那因为KAPA的 这些病人呢 他也是一样 没有一些host factor 倒不上那个criteria 它的radiologic的feature 也不是那么典型 那再加上 COVID-19的病人 我们也比较少 会去做诊断性的bronchoscope 那要是利用serum的 galactomaginantigen 它的敏感度在 那个COVID-19的病人 又更低 仅20% 那如果是用 sputum或tacheal aspirate 的培养呢 又很难去区别 这些病人到底是 colonization还是 invasive disease 那所以在去年 lancet infectious disease 就出了一篇 来协助大家做一个 KAPA的一个 诊断的一个criteria 那他召集了全球 大概16个国家 14个国家 22家 22位专家来进行 literature review 去探讨 那原则上 这个字都很小 不过没关系 你听我说就好了 他主要把它分成三个 一个是 一个是proven CA KAPA 一个是possible 那他主要纳入的病人是怎么样呢 就是诊断COVID-19 然后加上他是住到ICU重症 又有ARDS的病人 临床上可能他就是 氧气持续发烧 或者稍退了40把小时 用上又再发烧 用上抗生素 又找不到其他原因 或者他有咳血 或者氧气变差变喘 或者他有prorob 或chess pain 等等这些临床症状 你可能在联络上 在X光上可能有看到pulmonary infiltrate的改变 可能有cavitary 可能没有cavitation 最好是CT有可以帮忙辅助 但是这些病人做CT也相当困难 那这样的一个临床情境的病人呢 那就应该要去做aspergillosis的screening 甚至在有一篇paper他也提到 是不是要考虑在这样的病人呢 是给他每一个礼拜固定去screening 那在稍没有退的情况下 甚至有人提到要一个礼拜 甚至两到三次去做aspergillosis的screening 那最最好的话是能够做一个lung biopsy 那是最理想 但是我们很难嘛 那或者是sterile的aspirate 那如果这样histopathology 靜检看到这个fungus的element 或者是看到tissue invasion 或甚至tissue的reaction 或者culture长 或者是PCR positive 他都可以诊断一个proven的一个kappa 那如果是在probable的kappa 他使用的是bronchoscopic的BAL 那他either是你的culture看到 culture长PCR positive 或者你的那个靜检有看到 他都可以算galactomanin 他是照以前的标准 只要BAL大于1.0 那serum的galactomanin 大于0.5 他就算可以诊断probable 那所以我们刚刚第二个个案呢 他的BAL的galactomanin 是3.49 所以他可以诊断 是否为一个probable的kappa 那possible他用的是个non-bronchoscopic的lavage 那因为bronchoscope 大家比较不想做嘛 那所以就有人用那个normal setting 10到20ccflush 然后aspiration送 那这个如果culture有 或者是galactomanin 他定义是有一篇paper的evidence 就做一个这样的建议 如果他的galactomanin 是大于4.5一次 或大于1.2两次 那他就视为可能是possible的kappa 那希望能够尽早 让这些病人有机会接受到治疗 降低他的mortality 那tracheobronchiform 那就要做bronchoscope 看到相关的lesion 然后加上微生物学才能够诊断 那治疗的部分呢 呃 在没有一些抗药性的问题的地区 他的prime first drug of choice 是voriconazole 那或者是isoviconazole 那second drug of choice 是liposomal amphib 那如果说治疗treatment response不好 就考虑combination 怕有抗药性 可以voriconazole加ekinocantin 或isoviconazole加ekinocantin 或者lipoamphobie都可以 治疗的时间呢 没有很好的一个evidence 但是他建议是6到12周的treatment course 当然如果你本身就有其他的免疫的问题 像hematologic malignancy 那或者有在使用其他immunosuppressant 那就要使用的时间更长 好 那最后我们留一点时间 讲那个最近在印度的这个黑霉菌 mucomycosis 在covid-19的期间呢 有一个群突发的一个爆发 那这个这篇paper是 9月份即将发表在EID 现在是early release 那他是一个retrospective observational study 在印度执行 在去年的9月到12月去看所有印度发 这个16个center发生的mucomycosis 那黑色的是他非covid相关的mucomycosis 那他比较在前期前年的9月到10月 同期的一个mucomycosis 可以看到事实上在印度 endemic就有mucomycosis 但是在去年9到12月爆增的这些case呢 白色的部分是跟covid相关 确实是因为covid的关系造成一个outbreak 那他的mortality overall在6周是38% 12周是45% 那我们可以看到在比较covid相关 跟covid没有相关的mucomycosis 有什么差别 他的年龄比较大一点在56比起46 那大部分八成是男生 那有三分之一的病人 他的risk factor for mucomycosis 就是covid-19 only 那有七成近八成的病人是有用steroid 那共同的一个risk factor 在两组就是dm 他是一个mucomycosis最重要的risk factor 占6成到67% 那影响的这个部位呢 desease的部位是都差不多相同 那作者把这个mucomycosis 又分成early cam跟late cam 从covid-19诊断到mucomycosis 如果七天内他叫做early cam 那这些病人呢 有28%比较容易产生dk 比起late cam是5% mortality12周是59%比41% 虽然没有统计上的差别 但是看起来稍微高一点 那他们的治疗呢 大概有七成都是用liposoma amphib 那在cam的病人也有用到poza isovacanazole都有 那combined surgical 跟medical treatment大概七成 那在死亡率是没有差别的 在六周是37-40 那12周是44-48 所以在这个mucomycosis呢 在印度的这个group 他的predictor for mortality呢 跟年龄 跟他的site of involvement 是rhinoorbital cerebral 或者是他有ICU admission的重症 可以增加二到三倍的死亡的风险 那如果他的治疗 是用sequential treatment combination antifungal 那在survival 在六到十二周的时候都是比较好的 那所以可能不是直接跟COVID-19相关喔 那为什么跟COVID-19 他的case大增 好 那最后我的总结 在新冠肺炎初診断时 那续发性的默菌感染包括CAPA跟CAM Aspergillosis 可能要及早的keep in mind 及早的做診断 跟治疗才可以降低他的mortality rate 以上报告 谢谢